大家好 我是德曼的烘焙器師阿順師傅 那將有一個節慶是萬聖節 那今天的部分我們會做一個 萬聖節相關主題的一個巧克力蛋糕 那為什麼會用使用巧克力來表現萬聖節 因為巧克力做起來是黑色的 那我們搭配我們待會要做的一個造型 來呼應萬聖節的一個蛋糕 那今天最主要用的巧克力是 就是點4%的家裡寶巧克力 跟開熱味的動物性鮮奶油下去做組合搭配 那這個巧克力蛋糕有4個組合 首先會有一個主體的巧克力蛋糕 提再來一個巧克力的甘納許內餡 然後一個巧克力的磨醬 然後中間還會再夾一層比較特別的香蕉卡士達餡 那首先呢因為烤焙的時間關係 我們先製作巧克力蛋糕 那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巧克力蛋糕的配方 首先呢我們這一鍋裡面已經有 砂油、水跟糖漿 那我們先用電磁爐或是瓦斯爐把它煮滾 那攪拌缸裡面我們把蛋白加進來 這邊的話加的順序是 煮滾之後我們先把 可可可粉跟我們的70%的巧克力加進去 拌均勻 我們製作這種巧克力成分比較高的巧克力蛋糕 要比較注意的就是整個麵糊的溫度 你麵糊溫度太低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硬 會比較不好攪拌 攪拌會消泡 所以溫度我們盡可能的拉高一點點 好 出滾之後我們先加 可可粉 再來把70.4%的巧克力巧克力加進來 我們確實把它拌均勻 好 加入巧克力的同時 蛋白就可以開始打發 好這邊巧克力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把 過曬好的麵粉跟小蘇打 加進來 我們只要輕輕的拌勻就好 不要拌太久 因為拌太久的話它會變得比較硬 你會比較不好拌 大概看不到什麼粉的狀況下 就可以把蛋黃加進來 只要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不要過度的攪拌 蛋白這邊 只要打到微微的起泡 就把 上白糖 加進來 繼續的打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蛋白打發的程度 這個巧克力蛋糕 我們需要蛋白會比較 發一點 比較硬一點 大概打起來程度像這樣 它是比較 硬挺的一個 蛋白 那我們開始做混合攪拌的部分 那 先挖 一部分打發好的蛋白 先做攪拌 因為我們的巧克力麵會比較 來的比 蛋白來的硬一點 所以我們分次的攪拌 好 等到蛋白已經完全拌進去之後 我們再分次 一次一次慢慢加 打發的蛋白 好 那就是攪拌好的麵糊的狀態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5吋的模具 5吋的活動模 使用的麵糊是180公克 那一模5吋的活動模 使用的麵糊是180公克 好這個配方的話 可以做5吋的蛋糕5顆 那我們現在開始烤焙 那烤焙的溫度跟時間分別是 上火180 蘋果150 耗焙時間大約是28分鐘 好 那我們現在操作的是 巧克力抹麵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鮮奶 跟動物性鮮奶油 還有N85的麥芽糖 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把它煮滾 要用橡皮刮刀攪拌一下 好這樣我們在煮這種內餡 或橡皮刮刀的部分 我們盡可能不要去使用 打蛋器來打 它會有空氣進去 好 液態的部分煮滾之後 我們熄火 加入我們70.4%的 加力薄巧克力 先讓它浸泡一下 讓它慢慢溶解 好我們攪拌 讓它整個 鮮奶油跟巧克力 能夠完全的 均勻融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已經是離火 沒有在開火的狀態 讓鮮奶油的餘溫 把巧克力融化 好我們攪拌 之後讓它降溫 降溫到40度的時候 我們就把奶油 這個奶油已經是軟化的奶油 你不要拿冷凍冰的 太硬的奶油 它不會融化 那我們把它加進來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用調理機 就是我們手持式的攪拌棒 把它均勻過後 它就變成非常的 光滑跟綿密的一個 甘仔 好接著我們來做 巧克力甘仔 這個內餡的配方 好我們看一下配方 看一下配方 那我們的配方 其實跟我們的巧克力抹醬 其實有點類似 它的做法也類似 那我們用講解的方式 讓各位能夠清楚明白的操作方式 那我們首先將 愛樂味的洞鮮 把它煮滾 煮滾 煮滾之後 加入我們的 加力寶70.4%的巧克力 一樣 像剛剛的動作一樣 先攪拌 讓它溶解 溶解完降溫到40度的時候 再把奶油加進來 那我們一樣做均勢的動作 好 接著我們來製作 香蕉塔士達現 好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配方 我們把鮮奶倒進碗裡 因為我們今天操作的量不多 所以我們也選擇用手動的方式 如果你的倍數比較多 你可以用機器來製作 再來我們加入 馬斯達粉 先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它在邊攪拌的過程 它會慢慢開始凝固 它開始凝固的時候 我們再分次慢慢的加入 洞鮮 它在用一個動物心鮮奶油 邊加邊攪拌 攪拌均勻之後 最後我們再把 香蕉果泥加進來 再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香蕉卡斯達線 好了之後我們就把它 用保鮮膜封起來 放到冷藏庫 好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再做夾制的動作 那這個蛋糕的話是 一個蛋糕體 切兩刀 就是有三片的蛋糕 那第一層的話是夾 巧克力甘納許 那第二層的話是夾 香蕉的卡斯達線 那我分別是夾 甘納許是夾80公克 香蕉卡斯達線是夾100公克 這個是五吋的一個蛋糕 那我們外面抹的是巧克力的抹醬 那如果對抹蛋糕有疑慮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上方的連結 它上面有清楚的一個視頻 好接著我們來做裝飾的部分 那這個萬聖節的蛋糕裝飾 我會用棉花糖做一個看起來像蜘蛛網的一個裝飾的一個手法 那我們首先會把抹好的蛋糕先準備好 那再來是棉花糖 那我們會用一個架高一點的一個碗或者是容器 那我們在等一下做造型的時候會比較好操作 那我們現在把棉花糖的部分用微波爐把它加熱 好我們加熱的話只要把它輕輕的溶解就好 不要加熱太久 那起來的狀況就是它會有點拉絲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蛋糕體就是把它架高 我們會比較好操作 好直接戴手套 把它拉開靠著然後往下拉 這個地方就是隨意的去做一個蜘蛛式的一個造型 不夠的話再加這個地方就隨自己想要的一個感覺 去操作就可以了 它會越來越硬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覺得還是太硬了 就到時候再用微波加熱的方式讓它再軟一點 你就會比較好拉 好我們把蜘蛛網拉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做一隻蜘蛛 那我們首先做蜘蛛的角的部分 那我這邊準備的是一個塑膠的算是一個墊子 然後把它折成一個L型的一個造型 這是蜘蛛角的高度 那我們再準備一張烤杯池 好這大概是這個狀態 那我們再來把融化好的巧克力 我們就用直的方式去把它小畫出來 那我們就拿起來放到這個直角的一個造型上面 OK就像這樣子把它冰起來 冰定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那接著的話我來講解一下身體的部分 那身體的部分的話你可以用巧克力膜 那如果我們沒有巧克力膜 可以去找那個製冰 在冰塊的那種模具 它會有一個半球型的 那我們是用一半的球狀 像這樣子它會有一個身體比較大一點的 球狀半球狀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就是頭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結合呢 我們找一個壓模或者是擠花嘴 那我們把擠花嘴加熱 我們這邊畫到一個缺角 就是加熱之後去做一個缺角 把它切下來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為什麼要做這個缺角呢 因為我們會跟小的這個半球型 這頭的部分做一個結合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那上面可以看到這邊比較黑的話 如果想要讓它逼真一點 你可以用我們的黑炭可可粉把它刷上去 它就會跟頭的部分它會比較黑一點 也有一點毛茸茸的感覺 那我們組合起來之後會變成這個狀態 那我們頭的部分再點上 用白巧克力點上眼睛 然後黑的部分再點上眼球這個部分 那就真是蠻可愛的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放到蛋糕上面 那再來我們剛剛做好的腳的部分 已經冰硬了 就可以把它拆下來 那拆的時候小心一點 因為腳細細的 沒有很粗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再來把腳的部分 裝上去 你當然也可以對稱也可以不對稱都可以 好這樣就完成蜘蛛 再插上萬聖節的一個插卡 讓顏色再豐富一點 好這個就是我們萬聖節的巧克力蛋糕 這樣會不會很帶 你這樣看會不會很帶 左右黃然後可以高可以低 這樣嗎 對對對手可以搖擺就是這樣 謝謝Ё